就是把一些我们正在追寻的那些部分丢掉 而你可以去做你真正想做的 对啊 我想刚才因为雨晨讲说 她的朋友在经历过这么大的灾变的时候 失去家人的时候 她是不愿意人家去安慰她的 对不对 不要 所以其实有时候安慰也是一种专业 像这样的情况之下 何医师我们可以怎么尽力 在那样的情况下 很多人都会把门关起来 但是我觉得在那些人当中 应该有些人显示需要被敲开门的 摄影啊 Lobby啊 你要开门试试啊 你有那么想逃爹吗 对我刚好是坐在那边 那我记得那时候有在 她说出她的心事 就是说 你要的